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由小剧给您带来的长篇事情小说 金平梅 这里有雅有俗 有您知道的 亦有您不知的人间百态 难关 如您未满十八周岁 请自决立 欢迎各位听友的收听 金平梅 哀啦 各位听友大家好 我们继续书接前文 那上回书咱们说到呢 这来往是被压到了大唐之上 是吧 这到大唐之上 咱想也想得出来呀 你想这西门庆已经使得 哎这个打点的银子 所以你说这来往还能有一好结果吗 所以说来往 那首先当官的嘛 是要求这来往 你自己先叙述一遍 这案情是怎么样的 这来往就把这个事实的经过 等等这些 哎全都如实的还原了一遍 但是不管当官的 哪管你那些 我收了西门大官人的钱 那我收人钱财 与人消灾呀 于是上来就先给这个来往 来了这么一大嘴巴了 是吧 你说你竟在这胡扯 那你这个为了钱 谋害自己的主子 是吧 你这个事 那人证物证 包括你的动机 这三样全在 你还有什么好狡辩呢 所以说呢 哎把这个人证啊 来行 那这个物证 这把刀 以及呢 这动机 也说的是 离离尽致 那最后搞的这来往呢 就没有脾气 对吧 反正现在在唐之上 所有人都说他有罪 他自己呢 是白口难辨 最终呢 你说你光承认个罪 啊 还是不行的 于是呢 这当官的 是吧 给他上了夹棍 那夹棍这个东西 各位肯定 在影视剧当中都见过 是吧 非常的残忍 夹的呢 骨断筋蛇的 是吧 当然没夹那么狠 但是把你这个骨头夹的 也是受不了 然后呢 又打了二十个大棍子 这搞的来往啊 是生不如死 是吧 最后被关押进了 这个号里 那话说 这个来星等人 回来向西门庆禀报 啊 这西门庆 哎 听说这事 说好 哎 你们这个事 办得得力 是吧 每个小私啊 赏了几钱银子 说这个 这个事呢 处理的好 但是还有一点 我得告诉你们一下 千万不要告诉 宋慧莲 不要让美人知道 这个事 对吧 我还得让美人 那好好的 于是呢 这宋慧莲 虽然不知道 这狱里发生了 什么事 他自己的这个丈夫 来往 在里遭了多少 人间的活罪 哎 但他只知道来往 被抓走了 那于是这宋慧莲呢 是整天在屋 是以泪洗面 啊 整天哭的 也不画个装束 你想啊 咱曾经描述过 说宋慧莲这个人呢 其实 那据我的这个观察 和这种感觉 他应该是属于那种 比较妇媚型的 是吧 比较妖娇型的 那至于说 这种人 你想啊 这个整天 是化妆 是吧 这个妆化的比较浓 那比较重的这种人 比较妖娇的这种人 他天天以泪洗面的时候 实际上 他是没有那种 楚楚动人的感觉的 也就是说 换句话说 咱说这个女人 不是你所有女人的眼泪 都能得到别人的同情的 也就是说 宋慧莲这种人的眼泪呢 其实达不到那种 小女人 想要达到的效果 那你说 什么是小女人 你比如说 其实我感觉啊 像林黛玉这种 是吧 她是属于小女人的嘛 再有像李平儿 应该是我们金平梅 这部书中的 这样一个小女人 但是宋慧莲 其实不是 那于是 她整天哭泣的时候呢 你想啊 也不化妆 也不打扮 天天在那哭 哭的眼睛之肿 这个时候 搞得西门庆 就非常不爽 心里话 我这美人 怎么变成这样呢 于是西门庆就天天的安抚啊 希望这美人呢 可以心情好一些 继续为她梳妆打扮 那这个不叫女为月己者容吗 所以说西门庆呢 一直认为啊 这宋慧莲是为了愉悦自己而化妆的 所以说西门庆一直在努力 要争取宋慧莲 那赶紧回心转意 那话说呢 这西门庆不断的透回口风啊 说告诉小私们说 说你们啊 适度的可以告诉这个宋慧莲 说现在这来往呢 在狱里还行 也没遭什么罪 是吧 哎 这个 这来往媳妇 宋慧莲一听到这种话呢 哎 觉得 哎 是不是还有转机呢 那后来 那突然 那过了三天的时候 是吧 这宋慧莲啊 这个脑子当中 就灵光一闪 哎 觉得我可能该化妆了 那为了救来往呢 哎 我也得化妆 是吧 于是就开始继续的 哎 梳妆打扮起来 只不过这回的妆呢 哎 可能比较的淡 那话说 这一天 西门庆正在门外走 准备来看望一下 这宋慧莲 宋慧莲在房内听到之后呢 哎 就告诉西门庆 说大官人 房门没关 你可以进来 房内也无人呢 哎 于是西门庆便静止的走入了房间 那 进入到房间之后 是吧 两个人 那简单的聊了一聊 是吧 这聊一聊呢 宋慧莲就跟这西门庆说 说大官人啊 这样 这个事呢 呃 我觉得来往以后回来 我也可以劝他 这个买卖 是吧 咱可以不做了 还做什么买卖 要什么钱 现在是在大官人面前能保住命 那是吧 就可以 第二点呢 这个酒也一定让他不要再喝了 要把这酒寄掉 是吧 这酒除了是色媒人之外 这酒呢 还是冲动的种子 你想来往 如果不酒后乱言的话 哪能 导致这样的恶果呢 哎 这说了两点之后 西门庆一听 嗯 还不错 是吧 这个 挺有想法 哎 也挺有效果 但是啊 这还是不行 是吧 你宋慧莲这么说 不意味着你还是爱来往吗 你不还想和他过日子吗 这是不可以的 于是宋慧莲呢 就又说出了第三招 他说第三招是什么呢 说我 长久之际 也不是来往的女人了 我早晚我得跟你嘛 是吧 这个大官人 你觉得啊 我是不是挺好 长得漂亮 调好 活好 对吧 所以说啊 我得跟你 那你给来往 是吧 以后那你多少 还得给他另娶个人 对吧 那这样的话 咱们把对面 是吧 这个咱可以这个 想想办法 或者说怎么的 最后那我嫁给你 你看这事 好不好 哎呀 西门庆一听 嗯 这个建议还不错 毕竟宋慧莲这个女子嘛 身上优点还是比较多的 对于家里原来那六个媳妇 哎 在宋慧莲身上多少还能得到一些其他的补足啊 对吧 这个多多益善嘛 这个寒心点兵多多益善的这个其实男人的这个心里嘛 啊 是吧 呃 这个对于女人的需求 他肯定也是多多益善 这个咱讲的是实际情况啊 各位不要再拿那种 就是所谓的道德啊 所谓很多东西去标榜我这句话 就是说我这句话啊 说的这个 是吧 这个缺少道德 缺少人伦 其实本质上真的是这样 你想啊 从这个生理角度上 咱说就可以说这事是吧 这个女性每个月 他这一次只有一个嘛 这个一个卵子 对吧 这个男人他就很多 为什么 那一次可能就十一二十一 对吧 这为什么 其实这就证明这个本质上 无论从生理上到心理上 这个男人女人对于这种需求方面 还其实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好 那我们继续往后讲啊 不好意思 刚才跑的呢 有点这个凌乱 哎 那我们继续讲 是吧 这个宋慧莲一看西门庆呢 对他说法 哎 渐入好感啊 觉得说的可以 于是宋慧莲就要求西门庆 说大观人 要不你到床上来坐会儿啊 大白天的是吧 光天化日之下 这不是赤裸裸的勾引吗 再加上 那个时候 夏天 你想这个古人 这个古代的女子 其实咱说 她是不穿内裤的 对吧 所以说宋慧莲此时 那除了这个内裤没穿之外呢 她缠腿的那种 那种布啊 那种布的裤子 她也没穿 那就有点像现在的这个打底裤 对吧 现在你看这个 呃 有什么打底裤啊 或者说有丝袜啊 等等这些 哎 宋慧莲那天就是 除了内裤 打底裤 丝袜 所有东西 全都没穿 于是啊 是吧 围着一条大长裙子 和西门大观人 便在床上 开始了一番全新的云雨 不过这个东西 所以咱可以啊 就是充分利用我们的大脑空间 大脑皮层 去脑补一下 你想啊 穿着裙子和不穿裙子 究竟哪个好 这我记我小时候曾经看过一部电影 是吧 这个 关之林演的 那这个关之林和刘德华 关之林那部电影当中呢 我记得他应该是泡到了浴缸里 后来在看到某些评论的时候 这个评论就说了 其实女人穿着一层纱的时候 那他的美要比全裸的时候更加的强烈 那所以说宋慧莲这时候只为一条裙子 比他不穿衣服的时候 那那种效果要来的更加的猛烈 那于是咱换句话说 这个时候呢 宋慧莲其实有事对于西门庆相求 是吧 求的什么 要把自己的丈夫来往放出来 哎 于是呢 自己那就在这次啊 是吧 这个云雨的过程当中 和这个西门庆 这个做爱的过程当中 就更加的卖力 因为他为了要达到目的嘛 所以说一定是使尽了浑身的歇数 你想啊 这宋慧莲本来咱说功夫就挺高的 那这次为了让西门庆百分之百的满意 那真是使出了韩家的本领啊 结果真的就搞得我们这个西门大官人呢 在这次啊 做爱的过程当中非常的爽 非常的开心 于是西门庆就说 哎呀 是吧 小娘子啊 你这个活太好了 太棒了 哎 以后我一定娶了你 你看这样好不好 我在我们对门呢 买三间房 那交于你住 然后呢 我也把你收了 收了外房 对吧 虽然你不在这住 但是你也是我媳妇 然后呢 你和来往啊 是吧 你俩得离婚 然后我再派一个佣人去伺候你 这说来往呢 啊 我再让人给他说个媳妇 你看 好不好 结果呢 啊 这宋慧莲一听到这种话 说好 这实在是太好了 于是宋慧莲呢 就更加的卖力 是吧 配合西门庆 但你说当时西门庆说这话啊 准不准呢 他是不是想这么办呢 确实啊 想这么办 因为一时嘛 这个咱话说是什么 精冲上脑啊 你这种时候说的话就和酒后的话 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等过后的时候 理智下来 你是否还是这么想啊 这个事不好说 咱们也可以往后继续看 所以说很多时候 除了这个酒后的戏言啊 我们普通人不要轻易去相信 因为那个时候说的话嘛 没有准 另一个呢 就是男女之间 你如果在床上是吧 就是说你正直啊 这个是什么高潮之机也好啊 玩的云语正嗨的也好啊 这个时候的话呢 其实信也好 不信也好 因为过后的时候 哎 他就是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多少都有点像喝了酒这种状态一样 是吧 头脑当中比较迷茫 所以说对于那个时候做出的承诺 也未必能够兑现 那话说 这西门庆就算是答应下了 这宋惠莲的要求 是吧 准备把来往放出来 哎 结果这妇人呢 这个来往媳妇啊 这宋惠莲得到这种话呢 到后边就跟这些 什么丫鬟小媳妇老婆子的啊 就讲了 大概把这意思就透露出来了 结果呢 这事别人没得到消息 谁得到了呢 梦雨楼得到了 这梦雨楼 你想啊 这个女人嘛 是吧 这个以前咱还说梦雨楼挺好的 但是通过这个章解之后 我们 哎 似乎要对梦雨楼有一些 观点上的转变了 于是呢 他就跑过来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潘金莲 那告诉潘金莲怎么说的呢 那首先 那这个要给来往另取一个 然后把对门的乔家的房子买下来 把这个媳妇呢 哎 就安排到那儿 再派一些这个吓人用人 伺候着 找这个丫头 服侍着 这个级别待遇呢 就和我们一样 而且呢 还可准备给他打一个这个银丝的敌计 是吧 再打一套头面 就把这所有的话 全都跟潘金莲说了 这潘金莲听到这儿啊 是吧 这个不听则已 一听 那这个怒不可知啊 于是书上有一句话 描写的其实挺好的 是吧 叫做奋气满怀 无处浊 双塞红上 更甜红 哎呀 你想 其实这个 是吧 这个景色想一想 其实还挺漂亮的 是吧 有点像什么小辣椒的那个劲 你感觉 挺楚楚动人的 所以说潘金莲呢 除了美貌之外 这人其实我不是很喜欢 我觉得潘金莲太乱 太烂逗逗 是吧 好 那咱继续说啊 就是说他这个美貌啊 咱得是承认的 对吧 这个双塞红上 更甜红 那于是潘金莲就说呢 这个 我就不信了 你看着 我肯定 不能让这淫妇和西门庆 成了这个两口子 我肯定不再让他做他的七老婆的 否则 我把我这潘子 倒过来去 送这个 这个孟玉楼 是吧 孟三啊 就说道说你说这个西门庆啊 每个正行 咱家这个大姐呢 是吧 这吴月娘又不管 那他们愿意怎么嘚瑟 怎么嘚瑟呗 你说咱能怎么着 这潘金莲说的是 你也太没出息了 是吧 你就这点事 咱们怎么还不得想办法解决了 我就是我拼了命 是吧 这事我也一定办成 这孟玉楼听到这 说了一句挺损的话 是吧 我觉得这就是挑事啊 典型的挑事 他说什么 他说我是胆小 是吧 我不敢惹他 那我就看你本事怎么和他斗 你说这话多损 对吧 就是说那我不斗 那你斗 我看着 你想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这种人 其实这种人挺多的 对吧 这个那就拿别人当枪使 让别人互相的掐家 那话说呢 这来到晚上 这西门庆呢 就在这花园章中啊 准备让这陈经记 是吧 给写个帖子 还到这个下提醒那 他说把这个来往这事呢 给他放出来 就处理掉 就完事了 这就让我想起 现在我在工作当中 是吧 经常 你比如说 这大懒支持小懒嘛 那我们领导 有时候我 呃 我们领导有时候支持我啊 就让他说什么什么东西 你写 等到我想让别人发生什么 其实我现在也是一个小领导嘛 对吧 那我手底下也有人 那我也支持他 我说你写 然后最后我给你改 所以你看西门庆 这个时候的领导家子就来了 他自己能不能写 其实他也能 然后他非得找着这个陈经记 啊 说陈经记 你给我写帖子 把这个是吧 把这个来往上给我放出来 结果正赶在这个时候呢 潘金莲来了 潘金莲来了 看到桌子上 看到这个陈经记 准备准备写东西 告诉他说你写什么呢 是不是 先停一下 于是西门庆呢 也没想瞒西潘金莲 对吧 他和潘金莲之间的这个关系啊 还是挺微妙的 那之前他什么事 他都跟潘金莲说 对吧 于是西门庆就告诉他了 说这个呢 呃 来往啊 咱也打 也打过了 啊 熟视 也熟过了 这莫不如就把他放出来 算了 这潘金莲听到这呢 就告诉陈经记 说你先不要写了 于是潘金莲就继续跟西门庆 讲出了一番道理 说首先啊 这样 你呢 是做一个主子的 对吧 你做主子的怎么能一点样都没有呢 你这不是睡奴才媳妇吗 对吧 你睡奴才媳妇不要紧啊 这个 第二点是啥 是这奴才媳妇 对他这奴才 他心不死啊 你想啊 现在你去救来往 是不是宋慧莲一直在边上求着呢 这前两点 咱说得过去吗 你觉得是不是应该说不过去 然后又说出了第三点 说之前这宋慧莲对来往人都心不死 你真的等来往人再娶了人之后 这宋慧莲不会给你戴绿帽子吗 哎 这西门庆听到这儿 哎 突然觉得哎呀 这潘金莲真的很有帮助 是吧 哎 你这个东西说的还不错 真的很好 于是西门庆转念一想 说 这样也就算了 那我一定要把这来往处理掉 那话说呢 这来往是吧 该饶是命大 咱得说这里边有一个孔木 叫殷先生 这孔木是什么呢 其实就掌管文案 是吧 掌管这文书的这个人 说这人呢 品质上不错 是吧 人词正直之事 哎 他再三就不肯写这个假的文书 这不好的文书 陷害啊 这个来往的文书 他就是不肯写 最后搞的没办法 是吧 当官的呢 哎 你也不好 太就是违背道理 对吧 你毕竟在道理层面上 你不占理嘛 于是把这来往判了个什么呢 当庭 择了四十是吧 然后论了个叫发送回原籍徐州为民 最后呢 呃 派了两个工人是吧 把这来往取出来 然后你想啊 来往整个人是吧 大的喜巴烂 盯上了这个钮 然后上了风瓶 即日准备启程 去交往徐州地界 这个形象呢 咱可以想象是吧 你看水浒传当中 啊 无论是这个林冲啊 什么啊 是吧 很多人啊 等后来在压界的时候 都是那造型 包括武松 那是吧 就是个都压过 然后带一个大家子 上面封两个大封条 这个咱就不必细说 那话说这来往呢 在狱中啊 已经待了半个多月 身上也没钱 造的狼狈不堪的 穿的连叫花的都不如 是吧 于是呢 他被这两个这个工人啊 压着 他就向人家求救 说两位大哥在上啊 我这是探了一场官司 什么钱也没有 要不这样 你陪我回家 我找我媳妇呢 是吧 整点什么香笼啊 钱粮啊 哎 多少咱路上也方便 这俩当官的 就是个当差的就说 说你现在 你自己心里都明白 你明白 这是让人家算计人 那人家凭什么 能让他们给你 递香笼 给你递钱出来呢 所以说你放心 你回家 你也进不去 于是啊 就来往 就没办法 是吧 东跑西点 满世界的找人 去凑 去弄钱 结果呢 满哪也弄不到 你想啊 这西门庆啊 都比较怕了 结果最后这来往呢 说这样呢 实在不行呢 你到我这丈人那去走一圈 于是呢 就来到了这个卖棺材的送人家 是吧 这来往对这个送人啊 好顿苦苦其极 最后呢 这送人没办法 打发了他一两银子 哎 给了这两个工人啊 每人拿一点钱 然后呢 又买了些米 是吧 准备做这个路上的盘缠 那话说呢 咱放下 这来往也咱咱不讲 单说这宋惠莲 这宋惠莲每日在家呢 也只盼这来往出来 但是左等不出来 右等不出来 这西门庆呢 是东一天哄他 西一天哄他 知道有这么一天 是吧 一个小厮 叫越安 哎 跟这个西门庆的马 回家了 西门庆还没回来 于是这宋惠莲 叫住了这个越安 就准备 要问他来往 究竟如何 咱们下次再说 谢谢大家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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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